今天为大家介绍《庄子天地》这一篇文章 由于篇幅较长 我将会分为两个视频来讲 那么我们直接进入正文吧 天地虽大 变化却是均匀的 万物虽多 规则却是统一的 人名虽多 主政的却是君主 君主这个角色 以德国的角色 无为本成于自然 所以说远古君临天下者 都是无为的 顺认自然而已 通过大道来看待语言 则天下所有名号都是恰当的 通过大道来看待名分 则君臣之间的毅力是明了的 通过大道来看待能力 则天下所有的官吏都能够致力 通过大道来看待所有 则万物应有的东西都具备了 所以流通于天地的是道 运行于万物的是德 上位者治理人民 这是事 拥有某项才能 这是计 计是和事合在一起的 而事必须要和理 理又是和德连在一起的 德则是和道相连的 而道终归是自然 所以说远古时期管理天下的人 无欲而天下富足 无为而万物变化 冤禁而百姓安定 古书记载 贯通于道则万事可成 无心获取则鬼神信服 这一段论述主要讲自然无为的 为正之道 所谓均源于德而成于天 德就是自得 天乃是自然 君主应当以百姓自得为宗旨 顺其自然 站在大道的立场来看 天地万物无不自得 无不具备 无不恰当 所以无需刻意实为 保持无欲 无为 亲近 自然也就无不为了 我们继续下一段 先生说 道覆盖并承载万物 无边无牙如此广大 君子不可以不效法大道 去除诚心 不刻意而作为 这叫自然 不刻意而表达 这叫德 不刻意而爱人利物 这叫人 以同一的眼光看待不同 这叫博大 行为不标心利益 这叫宽阔 包容万象 这叫富足 所以 持守德性就是刚迹 德性圆满 叫做成就 而德性 只有遵循大道 才叫权备 不因外物而挫伤心智 才叫完整 君子若明白这十点 便成就了一颗浩瀚之心 德性充沛 任由万物漂流 像这样的人 任由金子藏在山中 任由珍珠藏于深渊 不贪钱财 不求富贵 不以长寿为乐 不以短命为仇 不以亨通为荣 不以穷困为耻 不攫取整个世界的利益为己有 不以称霸天下而彰显自己 以万物为一体 以此生为铜状 这里的先生 有人说是老子 也有人说是庄子 我们不去退休 这段论书讲君子应该效法大道 自然而为 自然而言 应该视万物为一体 视生死为一旗 外在的一切不入侵于心 保持德性的充沛完备 接着往下看 先生说 道如深渊一般忧益 如清水一般澄澈 今时若不得道 便无从发生 所以今时虽然有声 不敲击便不响 谁能确定万物的道理 圣德之人 保守纯真而顺应变化 不愿精通于俗世 立身于根本 智慧通向不测的境地 所以说 他德行宽广 他的心思显现 只是受外物感应 所以形体没有道 便无法产生 生命没有德 便无法展现 保存形体 尽向生命 成就德行 明物大道 不就是圣德之人吗 空空荡荡 忽然地出现 忽然地运动 万物都跟从他 这就叫圣德之人 大道 看则幽影不明 听则寂静无声 恍惚之中 却见光明之相 无声之中 但闻和谐之音 所以深邃又深邃 而能诞生物质 玄妙又玄妙 而能产生精气 所以它与万物交接 虚无至极 却能够供应万物的需求 时刻运动 却能够让万物有所归宿 这段论述 讲圣德之人 拥有大道的品质 大道无声无形 幽影不明 然而却创生了万物 赋予了万物各自的秉性 让其自然地运行 若没有道 今时不会发生 今时有道 才具备了发生的可能 然而今时发生 又非有心而为 而是受到敲击之后 自然回应 圣德之人亦是如此 体悟大道 保全德性 感而厚应 自然而为 来看下面一则预言 皇帝在赤水之北游玩 登上昆仑山向南眺望 回来之后 丢失了他的玄珠 让枝去找 没有找到 让梨珠去找 也没找到 让吃狗去找 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又让向往去找 最终找到了 皇帝说 奇怪啊 只有向往 才能找到他吗 这则预言中 玄珠 欲至大道 知代表 智巧心机 梨珠代表 极佳的势力 吃垢代表 巧言舌变 向往 则代表无心 前三者 皆无法寻得大道 只有无心 方能得到 我们继续下一则预言 姚的老师 叫许游 许游的老师 叫聂缺 聂缺的老师 叫王妮 王妮的老师 叫贝依 姚问许游 聂缺能做天子吗 我托王妮 来邀请他 许游说 太危险了 要危及整个天下 聂缺的为人 聪明睿智 积警敏捷 天资过人 但他却又以人为 来应对自然 他很小心地 去防止过错 却不知 过错是如何产生的 让他做天子 他将会认游人为 而抛弃自然 他将会以自己为本 而区分人物 他将会崇尚智巧 而急功近利 他将会被千头万绪 所支配 他将会被分凡外物 所束缚 他将会茫然四顾 而应物不暇 他将会事事寻求和疑 他将会受外在的变化影响 而没有定责 他怎么能够做天子呢 虽然如此 有族群就必须要有主心骨 聂缺 他可以成为一群人的主心骨 却不能成为天下人的主心骨 智礼就是混乱的起始 是臣子的祸患 是君王的贼害 这则预言 讲天下不可人为智礼 否则会产生祸乱 聂缺是许游的老师 但许游没有半句奉承之词 说明他并不受世俗礼教的束缚 许游这番话 表面上是以种种理由 来否定聂缺当天子 实际上他表达的是 任何有为而至的人 都不能当天子 包括姚在内 姚也是崇尚人为而至的 否则他不会请聂缺来治理天下 族群可以有主心骨 但天下不能有主宰者 这是自然之道 来看下面这则预言 姚在华地游览 华地的封江人说 哎呀圣人 请让我祝愿圣人 愿圣人长寿 姚说 不要 愿圣人富有 姚说 不要 封江人说 愿圣人多子多孙 姚说 不要 封江人说 长寿富有 多子多孙 人人都想要 你唯独不想要 为何 姚说 多子多孙 则多忧虑 富有 则多事 长寿 则多屈辱 这三者 不是用来修养德性的 所以不要 封江人说 一开始 我还以为你是圣人呢 现在看 只是个君子 天生万民 必然会授予相应的职业 多子多孙 而被授予相应的职业 有何可忧虑的 富有而让人来分享 何事之有呢 圣人 如安纯之随遇而安 如雏鸟之无心求食 如鸟之飞行而不显踪迹 天下有道 便与万物共同昌盛 天下无道 便修得养性 自在贤居 纵使活到千岁 也能够满足于这个世界 死后 飘然先去 乘着白云 地达那虚无之乡 疾病 衰老 死亡都不入于心 灾殃不降于身 有何可屈辱的 说完 风江人离去 瑶跟在后面 说 请问要怎么做 风江人说 你回去吧 这则预言中 风江人所说 固然不错 真正的圣人 万物不入于心 福祸生死 不入于心 顺应自然变化 怎会 瞻前顾后 担忧未来呢 然而 风江人自身也有问题 既有谄媚之嫌 亦有强词夺理之嫌 长不长寿 富不富有 子孙多不多 乃是自然变化的一环 何须挂怀 又何必祝愿呢 明明自己心有挂爱 反倒来批判别人 实不可取 下面又是一则 和姚有关的预言 姚治理天下时 伯承子高当了诸侯 姚传授王位给顺 顺传授王位给羽 伯承子高辞掉诸侯 而去种田 羽去见他 看见他正在田野里耕种 羽走到他下方 站在那儿问他 从前姚治理天下 先认您成为诸侯 姚传授给顺 顺传授给我 然而你却辞去诸侯 而再次耕种 请问是何缘故 子高说 从前姚治理天下 不奖赏而百姓勤奋 不惩罚而百姓敬畏 如今你进行赏罚 但百姓却不仁 德性从此衰落 刑罚从此建立 后世之混乱 从此开始了 先生为何还不离去 莫要耽误我的事 说完博承子高 奋力耕作 不再回头 这则预言表达的是 无为而至则百姓质朴 天下安定 有为而至则百姓虚伪 天下混乱 接下来是一段论述性的文字 太初只有无 没有有也没有明 然后一出现了 一无形无状 万物得以从中产生 就叫做得 无形无状的一 有阴阳之分 尚且没有间隙 这叫做命 阴阳流动 而后生成万物 万物有了各种样态 就叫做行 秉授形体 保有精神 各有各的仪态章法 这就叫秉性 修复秉性返回于德 德既已抵达 便与太初相混同 混同便虚无 虚无便广大 鸟嘴开合便名叫 鸟嘴名叫便开合 与天地合一 这种合一乃是无心的 像是愚笨 像是昏昧 这就叫玄德 同于自然之道 这段论述 讲世界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正如老子所言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作者认为 人的秉性最圆满的状态 就是世界最初始的状态 也就是无 修复秉性 也就是从有到无的过程 也就是从人为回归自然 从角柔造作 回归纯粹质谱的过程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则语言 孔子问老丹 有人研究大道 建奏偏锋 把不可的说成可 不是的说成是 辩论者有这样一句话 石头的洁白和坚硬是分离的 就如日月高悬般显而易见 这样的人 能称之为圣人吗 老丹说 只不过是些相互卖弄 束缚于雕虫小技 劳行伤神之人罢了 狗因为会捕猎狐狸 所以被人捆住 猿猴因为身手敏捷 所以被人拴住 孔秋啊 我来告诉你 你所无法听到的 和你所无法说出的 凡是有头有脚 无心无耳之人很多 有形和无形共存的人 却几乎没有 动静 生死 心肺 都是自然而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的 只有法则在人间 忘掉外物 忘掉自然 这叫做忘己 忘己之人 就叫做 与自然为一 这则预言中 孔子所说的 友人 其实是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中的 明家 明家中那些辩者 善于对名词概念 进行逻辑性的辩论 比如公孙龙提出的 白马论 认为白马非马 坚白论认为 洁白和坚硬 不能同时存于石头之中 这则预言 作者借老子之口 对明家进行了批判 认为他们的心思 被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给捆绑住了 他认为 很多人图有一副躯体 却不开窍 无法领悟那无声无形 不可名状的大道 不能与自然变化 站在一起 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 都是自然而然的 人不可能得出个所以然来 何必变来变去 劳行伤神呢 莫不如无丧我 把世俗中那个 带有主观成见的 自己忘掉 回归本我 回归自然之我 那么至此 《庄子天地篇》的前半部分 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后半部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